大家好 我是小二 今天又在我们邻居大的家里来撒年住来了 他们家里的话喂了四头猪 然后卖两头 自己吃两头 我们在他们家里订了一头猪 太早了 你们太早了 真的是太早了 早 我们起来早点 哈哈 几点钟开始的 八点 起了我们吃一点 我们起的话起点 几点 好 这里有点早 早上的话 上盖去送了一下快递 他们早上这里有点早 所以说确实没办法 早上的话 都是有事情要当过 第二个 这是我的了 原本这个猪是被别人订了的 但是由于今年这个市场行情问题 很多老百姓订出去的猪都被欢乐化 前天晚上 我大力找到我 说他还有一个猪没有卖 问我要不要 确实今天我们收的土味猪 提别多 家里都挂不下了 但是回头一想 都是邻居 又是自家人 平常帮我很多嘛 反正多一个也无所谓吧 再往那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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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对 老公放过来 老公 老公 老公放过来 二百八十九斤 二百八十九斤四辆 还有梯子哈 看车 看车吗 哈哈哈哈 二百八十九点四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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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来 我拉就去 我手不放 我 再说 二十九斤半 二十九斤半 二百八十九 就是二百二百六十斤 二百六十斤是对吧 二十九斤半了 二百八十九点四 就是二百六五 应该是二百六的 我买的这个猪 刚才撑了一下 二百六十斤 净肉 开始第三个了 好 还有 左边 一边 这边 那个 这个 好 一边 那边 你 我的 我 我 那边 那边 我 我 夫 两框子装了一框子板 就是260元 将近这些人手放在台车上去 直接打个足球杆 1,2,3,7 两框子又是不满的两框子 今天我们大家的傻桌 卢大师一来就帮忙足足 现在卢大师在我们周围 还是相当相当的有名些 都晓得叫卢大师 吃饭咯 拖子 刚刚吃过午饭 这会等他们把第4根猪剖出来过后 我们就给他们算账吧 快点 哎 还在吗 哎 就是 我就说把这个账给你算一下 那 不必关了算 那你把那个镜头积一下 清楚了我晓得了你也晓得 哦 260元 对的 你卖好现金啊 20了 那反正这两天没的钱给了 先钱两点 那不成账 我都有了就给你哈 那不成账 哎哎 今年自原本计划收购20头肺猪来去拿肉 但是后面的话 嗯 收到一个朋友的信息啊 介绍我收那个土黑猪啊 确实心的 啊 视频发出来过后啊 跌到很多朋友的人口 所以说啊 啊 我们就一共整了40多头肺猪啊 你像我们附近的那些邻居啊 本来最初的时候猪就被别人顶了的 但是后面 由于今年那个市场行情啊 啊 很多人都欢了话 再加上啊 我们平常心里一年四季都在家里 很多人都是经常心里帮我们的忙 但是后面找到我啊 我也没办法 本来我又在手猪寻哪肉 你想那种啊 确实啊 就只有给他们收狗了 所以说 这个资金上面的话 还是相对的来说 还是有一点精确啊 所以说我也给他们说了点 嗯 签的话 换两天给他们 只要把金头堆了 把涨算了啊 后面给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